秦汉与罗马 第一集 相似的基础与挑战 不同的路径与结果 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 近年来多次撰文指出 中国制度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 中国从秦汉开始 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 先于欧洲1800年 所谓现代 是指一套非血缘、依法理、科层明确 全则清晰的理性化官僚体系 与秦汉同时是罗马 罗马是西方大规模政治体 在观念、制度、法律上的政治源流 作为同时期 屹立在世界东西方的超大规模政治体 秦汉与罗马具有相似的基础 面临相似的挑战 两者的人口与地域规模相似 罗马帝国晚期 其人口大致是5000到6000万 秦汉的人口以西汉末年标准 也在5000到6000万 二者都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 都需要处理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政权与军权的关系 上层与基层的关系 本土文化与外来宗教的关系 但两者走向不同的路径 开出完全不同的结果 罗马之后再无罗马 只有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封建列国 秦汉之后却继续兴起了隋唐大一统王朝 2002年在武陵山脉 湘西龙山里耶镇 考古学家们挖出了一座秦朝小城 在一口废井里发现了数万枚 行政文书竹简 里耶勤简 人们第一次能近距离观看 秦代基层政权 里耶古城 是秦征服楚后设立的千灵县 城很小 只有一个大学操场那么大 全县户籍人口不过三四千 秦朝在这里 居然设立了完整的一县三厢机构 在边关力多达103人 这些秦力 组织人民开肯方地 户均35股亩地 税率超低 只有8.3% 一个县每年新增的税收 只相当于6.5户人家 一年的口粮 从经济角度讲 为这样一块土地 设置这么多官吏很不值 但秦力 要的不是税收 而是对基层政权的 精细治理 秦力们 一步步开发国土 编户人民 画出地图 交给上级的郡 郡 再将下属各县的地图 合并成余地图 上报到朝廷 归档月存 秦力们 除了促进生产 还要处理 纷繁复杂的 民政司法事务 秦法非常完备 小力们 必须严格依法工作 如每份文书 都要同时抄送多部门 留底查验 如轻视重判 和重视轻判 都属于不值之罪 如果法条互相抵武时 还要层层上报 等重裁 在2000年前 就把基层行政 搞到如此精细化 事所谨鉴 西汉 研习了秦治大一统 开国者刘邦 是个小力 当过沛县的庭长 相当于派出所长 他的骨干集团 大多也是小力 萧和是主力 曹参是老头 他们最清楚 帝国的基层与上层 如何结合 他们最熟悉 郡县制的运作 最洞悉 维系大一统的奥秘 所以在公路咸阳时 萧和不要金银财宝 只抢夺 秦庭收藏的律令 地图和编户册册 秦朝正是依靠这些资料 才重建了 中央集权郡县制 基层政权出天下 这是秦汉之所以能建成世界最早现代国家的原因 和秦汉同时 罗马 崛起为地中海霸主 很多人认为 中国 是黄色农业文明 希腊罗马 是蓝色商贸文明 从源头就有优劣之分 嗯 并非如此 自20世纪中期以来 西方古史学界的共识是 从公元前500年 到公元后1000年的希腊罗马 都是农业社会 商贸 只是很小的补充 土地 是最重要的财富 社会结构中 家庭占据首位 几乎所有人 都以经济自足为目标 大多数财富来自土地的租金和税收 贸易规模狭小 即便商人因贸易发财 也会将所得投资于土地 真正的城市人口 从不曾超过总人口5% 而且城市 是作为消费中心 而非生产中心存在 这跟秦汉非常相似 希腊出哲学家 罗马出农民加战士 罗马公民看不起商业 贸易和金融 是被征服民族才干的营生 在罗马共和国黄金时代 商人不能进元老院 贵族征战得来的财富 都是购买土地 搞大庄园 农业不是谋生 而是田园生活之歌 秦汉更是如此 农为本 商为末 商人很少做官 而文人的官做得再大 理想仍是耕读传家 罗马人不擅长 缜密的宗教和科学 所长是工程 战争和国家治理 希腊留下的遗迹 是神庙 竞技场和剧场 而罗马留下的是 凯旋门 斗兽场与玉场 秦汉也一样 关注现实 经营国家 修筑长城 发明火药 但始终不以 逻辑学与科学建成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精神基因 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政治基因 罗马超越希腊城邦政治 建立了限制官僚体制 与司法体制 塑造了早期的西方市民社会 英国革命时的大洋国蓝图 有着罗马共和国的影子 法国革命时期的罗伯斯比尔们 有着罗马共和英雄的影子 美国参议院与总统制 有着元老院和首席执政官的影子 直到二十世纪 美国幼义学界还在争论 其建国原则 到底遵循罗马是古典共和 还是启蒙运动的民主自然权利 在西方政治文明中 罗马的魅影从未消失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订阅 明镜少年转 interchange 欢 map אנחנו视频中 Directory 怎么 说 nymi